HELLO 大家好 我是財經民方的資深研究員 Jason 距離上一次錄製ETF全球投資較戰的守則 竟然已經不知不覺的過了三年的時間了 那相信大家在投資領域上面 肯定是有不少的收穫與成長 我們在上一次的兩個章節裡面 一開始先帶大家認識了ETF的基礎知識 認識到了哪些資產類別重要的關鍵指標 那比較了市場上最重要的幾檔ETF產品 也帶大家破除了ETF常見的五個迷思 到了下半段的章節 則是從景氣循環的角度來切入 帶大家介紹了長周期循環 像是生產率循環、通膨循環、房地產循環、美元循環等等 還有像是短周期循環裡面的製造業循環 透過實際的歷史數據回測 告訴大家怎麼透過ETF來進行資產配置 在這一次M明方特別決定要在2024年推出特別版的一個補充內容 那不管是老同學還是新同學都可以透過這堂課來掌握ETF市場 在過去三年之間最新發展的一個市場趨勢 然後還有產品重點 那我們在這一次的課程之中 首先會從一個比較宏觀的角度帶大家來看 過去三年世界裡面全球還有台灣ETF市場裡面發生了什麼樣重大的改變 不管是從ETF發行的產品數量、資產管理規模 或者是監管法規的一個變動 然後還有ETF在台灣的證券交易市場裡面 在這幾年如何刮起一股全民投資的熱潮 但我相信這幾年大家一定也看到或聽到許多新發行的ETF 好奇他們到底值不值得買 葫蘆裡面賣了什麼樣的藥 所以這一次我們也選定了五大熱門的ETF 包括高股息ETF、債券型ETF、槓桿型ETF、主動型ETF還有主題型ETF 大家最好奇的幾個問題 高股息ETF真的比較賺嗎? 債券型ETF連總會降起了是不是值得可以買了? 正二槓桿型ETF報酬率這麼高是不是可以長期持有? 主動型ETF尽管會在今年剛剛開放批准的是什麼東西? 跟一般的共同基金有什麼樣的差別? 主題型ETF還有沒有人在意ESGETF 這幾年又有什麼樣新的一個投資題材出現 在市場上面值得我們關注呢? 那這麼多的問題我們都會為大家一一的解說跟解答 那台灣人愛買ETF的程度到底有多麼誇張? 在這一頁跟大家做一個解釋 那根據左邊這張圖投信投庫工會的一個數據 截至2024年7月 整體台股證券戶數大約是1400萬人 那ETF的受益人數就是有多少人買ETF ETF的受益人數大約是1285萬人 佔了台股整體比例高達9成 這意思是什麼? 這意思是說 這個台灣ETF受益人數在5年前 2019年只有不到80萬 那短短的一樣5年之間台股投資者對於ETF的接受程度是大幅提升的 不管是從這個數量 交易者數量的角度來觀察 還是從整體規模來看 其實ETF都還是持續有一個成長的空間 我們從右邊這張圖可以看到 我們把台股ETF的規模跟整個台灣股市的市值來進行比較 ETF現在的規模大概佔了整個股市的3.5% 3.5%這個數字跟美國13%跟歐洲9.3%比起來 其實它有一個很明顯成長的空間 意思就是說很多人在買 台灣將近有1300萬人在買ETF 可是他們買的金額不一定要很多 我們簡單算個數學 就是剛剛講到台灣ETF的一個市值大概5.5兆 有在買ETF的人數大概1300萬人 所以大概是美國人平均投資40萬元 在ETF的這個產品上面 所以近幾年其實透過像定期定額 盤中零股交易還有ETF這些理財方式 參與市場投資市場的一個門檻已經大幅降低了 未來隨著經濟還有財富的一個累積效應 我們認為說這個金額跟比例還是有持續成長的空間 那究竟大家在買什麼ETF呢 我們這邊用兩個關鍵指標來跟大家做解釋 第一個是一樣是投信投庫工會提供的ETF收益人數 那最多的前15檔ETF 那右邊則是我們根據證交所公布 2024年前8個月總交易金額最高的15檔ETF 我們可以發現除了大家最耳熟能詳的 像元大台灣50、0050、富邦台灣50、00608 這些投資權值股、龍頭股的一個市值型ETF之外 台灣人最愛買的其實是不意外 高股息ETF 比如說你可以看到紅色框起來的元大0056 那再來還有前幾年很火熱的國泰有序高股息00878 還有像是交易金額今年最高的 富華台灣科技優息00929 是目前台灣第一檔標榜著月配息的科技高股息ETF 除了高股息ETF之外呢 還有哪些像是債券型ETF 也是近幾年的一個熱門標的 隨著市場預期連總會降息 美債殖利率出現高檔回落 其實債券型的ETF也成為市場上熱門追逐的一個標的 我們可以看到藍色框起來 像是元大美債20年00679B 國泰20年美債00687B 還有像是群益ESG頭等債20年00937B 這些都是類似的一個標的 那債券型ETF以外呢 再來第四個我們框起來的紫色的部分 那有股票有債券 那也就少不了操作期貨來達到正兩倍或反一倍的這種槓桿型ETF 像是元大台灣50正二0063EL 那元大台灣50反一00632R 其實都是類似這樣子的一個範例 所以呢接下來我們就來跟大家聊一聊 近幾年台灣最熱門的一個高股ETF 到底為什麼這麼多人在買 有哪一些高股ETF產品 那在這些高股ETF真的比較賺嗎 投資高股ETF需要關注什麼 需要注意什麼事情 我們就在這個小章節來跟各位做解釋 首先不得不說高股ETF在整個台灣的ETF市場之中 真的是算是佔有一席之地 從左邊張圖我們可以看到 截至2024年7月 從金額來看 高股ETF的規模大約是1.5兆台幣 那相較之下 投資台灣股市的ETF大概也才2.2兆 意思就是說台灣高股ETF占了整體將近7成 占了整體台股ETF将近7成的一個比例非常之高 從人數來看也是非常可觀 那高股ETF的總體收益人數大概是650萬 相當於台灣每4個人裡面就有一個人在買高股ETF 那台灣證券戶數也才1400萬 這也就代表說你如果有在交易台股的話 有50%的機率你是有買高股ETF的 這也是非常高的一個比例 為什麼台灣人這麼愛買高股ETF 我們可以從兩個角度來切入 首先看到右邊張圖 台灣股市確實具有高股息的一個特性 我們這張圖是把各個主要經濟體 MSEI股票指數比較他們的一個股利殖利率 就可以發現台灣在過去10年的股利殖利率高達3.6% 在全球排名非常的靠前 比世界的平均2.3%或者是主要市場 像是美國1.8% 中國2.4%還有像是歐洲3.4%都來的更高 這就是為什麼台灣發展高股息ETF具有一個很好的優勢 第二個重點在於台灣的人口結構 聯合國預估2025年台灣65歲以上的人口比例就會超過20% 正是符合超高齡社會的定義 那2050年這個比例還有可能上升到40% 退休族群普遍比較青睞穩定配息穩定現金流的一個投資理財產品 這也是為什麼高股息ETF在這幾年如此熱門的一個重要原因 那我們來看一下市面上到底有哪些高股息ETF的產品 自從2007年保來投信發行第一檔高股息ETF0056以來 目前市面上大約有26檔高股息的產品 那其中有22檔是投資台灣股市 4檔是投資海外市場 分別是00702國泰標普低波高息ETF00771元大美國高息特別股 00908富邦入席不動產與基礎建設ETF 跟00882中性橫生中國高股息ETF 那其他22檔其實都是投資台灣的一個股市 我們在上一次的ETF課程 1-6曾經介紹過 ETF的一個高股息產品裡面有哪些類別 當時有講到高股息ETF有不同的類別 除了投資現金殖利率比較高的公司之外 美國還有一種鼓勵型產品 他們是去投資股息進了持續成長的公司股票 像是VIG SDI 不過目前台灣還是沒有這樣子一個產品類別 台灣的高股息ETF產品大概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的一個歷史演進 從第一代的高股息原型ETF0056 他就直接去預測說 哪一些公司在未來的現金殖利率是比較高的 這是第一代的產品 再到第二代 像是原大台灣高息低波00713 還有富華富時高息低波00731 他們就是加入低波動率這個因子 甚至再加上其他基本面 技術面這些指標來進行篩選 這是第二代的高股息ETF產品 到了第三代的一個多因子高股息ETF 其實就是加入像是ESG 或產業類別來進行篩選 甚至把配息的頻率從過去的年配息半年配 進階到更頻繁的季配月配 那比如說像國泰遠距高股息ETF00878 再來還有像富華台灣科技游息ETF00999 就是屬於這個第三代的一個類別 所以我們可以說ETF在高股息產品的類別裡面 它的策略是越來越複雜 不過越來越複雜真的就比較好嗎 我們要去反思幾件事情 像是第一個是高股息產品 可以讓投資人每個月每個季度去領高股息 它背後需要付出什麼樣的一個成本 那第二個問題是高股息ETF真的有比較賺嗎 那我們透過接下來兩頁來跟大家做解釋 那首先投資高股息ETF 會有什麼樣的一個小缺點呢 2018年台灣公司法修法規定 公司可以每季跟每半年來進行分配股息 所以意味著一年四季 每一天可能都會有公司來進行出息 那高股息ETF 為了要去追逐這些配息 它就要去頻繁的進行換股交易 預測哪一些公司的一個殖利率比較高 那這種交易行為 在國外學術界稱之為榨資行為 juicing 那就有點像在做果子一樣 要把配息利息榨出來一樣 左邊張圖我們就可以發現 根據投信投付工會的數據 紅色框框我們列出來 這個2023年基金周轉率前10高的ETF產品裡面 裡面有7檔的產品都是屬於高股息ETF的類別 像是富邦特選高股息ETF30 00900 凱基優選高股息30 ETF00915 都是屬於這個類別 那周轉率越高 就代表基金金聯換股操作的一個積極程度越高 那通常代表他們的一個交易成本會比較高 那我們從左邊張圖還可以看到高股息ETF 它的一個中位數 周轉率的中位數大概是91% 遠高於股票型ETF的中位數48% 或是跨國跨境投資股票型ETF的中位數14% 我們剛剛講到周轉率高 往往就代表ETF的持股交易比較頻繁 它必須要付出比較高額的一個稅 跟交易稅跟成本 所以右邊我們就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把所有台灣ETF的一個資產管理規模 劃在X軸 把總管理費用劃在Y軸 這樣子一個XY軸散佈圖 就可以發現理論上來說 管理規模越大 ETF應該會有規模效應 它的一個總管理費用就可以壓低 呈現一個負寫率的一個趨勢 那我們可以看到紅色點的 像是0056、00878、00929、00919 他們的一個總管理費用都是比較高的 都是在高於趨勢線以上 整體來說 高股息ETF的一個總管理費 它的中位數大概落在0.7% 相較於其他ETF 0.47%是有明顯高出將近一半的費用 所以簡單來說 高股息ETF因為頻繁交易 有這種榨值行為 所以會導致他們的一個交易成本 跟管理費用比較高 不過其實如果每年只差個0.2%的管理費用 但如果他又賺了個雙位數的一個報酬率的話 其實好像沒差了 但真的是這樣子嗎? 高股息ETF真的有比較賺嗎? 我們發現其實沒有一定 左邊這張圖我們把剛剛講的 22檔台灣高股息ETF產品一字排開 然後把它跟台灣加權股價指數 在2024年的報酬率做個比較跟排序 就可以發現前8個月的表現裡面 除了凱基優選高股息30 00915它的報酬率是比較高之外 其他21檔的一個報酬率都是落後於大盤的一個表現 當然有幾檔是在2024年4-5月才發行的 像是統一台灣高股動能ETF200939 這幾檔上面的他們都是2024年才發行的產品 所以跑速大盤算是一件蠻正常的事情 但其實高值利率本來就不代表最終的一個報酬率會比較高 我們從右邊的這個表格就可以看到 我們把MSCI全世界指數 跟底下的7個因子指數報酬率來進行排序跟排名 那7個因子有哪些呢 包括低波動因子 品質因子 動能因子 成長因子 價值因子 等權重因子 跟高股息因子 我們把每一年的報酬率一字排開 就可以發現多數的時候 紅色框框的高股息 ETF其實是跑出大盤的 甚至普遍都在所有因子報酬率的後段班 像是2022年2016年製造業週期明顯向下走的時候 才會出現高股息ETF臨漲跑到最前面的時候 這可能反映高股息ETF 它投資的產業通常都是比較偏向像是金融 公用事業 醫療產業 電信 甚至是能源股 通常前期比較具有防禦性類股的一個特別 所以總結來說 台灣高股息ETF 它雖然規模日漸成長 滲透率非常的高 符合台灣投資人的特性 以及台股的一個高股息的特性 但是必須要留意兩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它的成本還有總管理費用 通常比較高 第二個就是高股利子利率 並不代表高的一個報酬率